一块黑色布打开 马上可以变成抵挡布枪的重型装甲 它是美国军方最新科技 亦是世界上最轻薄的盾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POWPOW 又到了网络补血站的时间 美国特工和军警经常穿越 在枪林弹雨之中非常危险 要保护自己和EIP不要受到伤害 就一定不少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神奇发明 它是融合了传统的摺紫技术 和尖端的现代科技设计出来的一款 可以在三秒钟内打开的盾牌 与传统的防弹盾牌相比 它的重量可以说是非常轻 最轻便的版本只得5公斤以下 而且覆盖面积更为广阔 不单只可以被三个成年人躲在后面 它的质翼还可以抵挡由两边打过来的攻击 这个盾牌之所以可以做到刀枪不入 是因为它用了名为KEFLA的人工纤维 这种纤维的分子是有独特的排列方式 导致它有钢铁的5倍强度 在军警机构的测试过程之中 用不同的子弹对它进行掃射 这个盾牌都可以轻松抵挡到 那是因为当子弹击中KEFLA纤维材料的时候 纤维就会一层一层的断裂 而这个过程是会大量消耗子弹的冲击力 令它不断减速 所以就可以将这么快速的子弹停止下来 炮炮就觉得这个发明不单只可以运用在军警机构 在罪案频发的美国或其他战争国家 都可以装备在学校、商场等人流较多的地方 一旦不发之途出现 大家就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盾牌 争取逃走的时间 我相信这样绝对可以拯救到很多人的生命 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会继续带给大家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给个like 感谢观看